下面是念道所讲的 有佛明知者 所以知跟觉意思很接近 如制度论曰 佛陀情言知者 知过去未来现在众生素非众生素 佛翻成中文就是知的意思 他知道什么呢 知道过去 知道现在 知道未来 知道有情众生有多少 知道无情众生也有多少 你看我们这个能力跟佛比差太远了 不要说别的吧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过去 不晓得 那自己未来又怎么样呢 也不明白 现在地球上有多少人口啊 大家晓不晓得 有人说我知道81 您说的不标准啊 81只是一个概率的数字 精确的数字是多少 人嘛 有出生的 也有呢 往生的 所以他这个数量 分分秒秒都在变化 这讲有情众生 我们这个数量就不太清楚 同时佛呢 还知道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 有常法 他知道 无常法 他也明白 菩提树下 寥寥觉知 故名为佛陀 什么叫做有常无常呢 下面请大家看参考资料 下册 一千一百五十五页 大家从后面找比较快 参考资料下册 一千一百五十五页 大家找有常无常 有看到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常 常就是长久的意思 清静法界 无生无灭 性无便义 故缩为常 四知心品所依常故 无断尽故 亦缩为常 四知 一大圆境知 二平等性知 三妙观察知 四常所作知 常呢就是指的法性 无常是指的法相 宇宙之间 这万事万物 性向理事因果 佛通通都知道 这是圆满的智慧 这种智慧呢叫做自然智 或者叫做无施智 这是我们自信 本来具备的 佛陀教育 就是教我们大家 启发自己本具的智慧 所以这种智慧 不是从书本里面学来的 它是什么呢 我们心里面本来就有 想要从佛法里面得到真实之力 那就一定要用真心来学佛法才行 假如我们是以旺心来学 那是永远呢 不得其门而入 那无常是说 世间一切之法 生灭千流 刹那不住 为之无常 无常有二 第一个 刹那无常 为刹那刹那有生住 亦灭之变化也 二 相续无常 为一期 相续之上 有生住 亦灭之四相也 《涅槃经》第一卷讲 世身无常 念念不住 犹如电光 暴水幻炎 《智读论》第二十三卷说 一切有为法无常者 心心生灭固 数因缘固 这个解释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说到无常 我们要懂得 一切万法 都是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我们说了最近的 我们这个身体 可不可得 不可得 那既然您知道不可得 为什么对自己 这个假的身体 还那么样的爱护 吃吃的那么好 穿穿的那么漂亮 化妆品 为什么用那么昂贵的东西 为什么不把 多余的钱 拿来帮助这些穷苦人呢 坐飞机 要坐商务舱 要坐头等舱 经济舱怎么样呢 他不坐 以前我们听一个 新加坡的富豪 他已经往生了 很有名的 陈老先生 有一次啊 他跟他的儿子坐飞机 他儿子坐的是 好像是商务舱吧 他自己坐什么舱呢 经济舱 下了飞机之后 他怎么跟他儿子说呢 你看你坐商务舱 我坐经济舱 我们同一个时间到达 不差那一分钟 不差那一秒钟呢 你为什么要 那么样的享受呢 他老人家就很懂得 姐姐 把省下来的钱 周记 许许多多穷朴的人 都已经五十多年了 我们在提起这位长者 还是非常的佩服 临到博物馆去参观 他那些介绍 都很感动啊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被这个虚假的身体 所迷惑 他用这个虚假的身体 来度众生 帮助众生 而不执着计较这个身体 这就是佛门常说的 借假修正 这就是佛门常说的